黄小明官宣和叶柯在一起之后 随着叶柯的高调 他的过往被一一揭开 叶柯92年出生 现在32岁离异带娃 从深圳大学的校花 到深圳广电集团的主持人 再到离婚后转战网红界的女强人 叶柯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话题性 然而他似乎并不介意成为焦点 甚至在前几日的直播中 对自己的样貌变化大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承认微调 但否认全身都是假的 网友直呼 姐你是不是数学不太好 40%还叫微调 我下这些是能够呈现出 她最好的一个状态的 可最喜欢你的视频 衣服我喜欢Chanel的 包包我喜欢Emma's的 Dial的衣服特别不保值 包也特别的不保值 鞋也特别的不保值 买它就是亏 真的从小不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 特别的都肚子痛啊什么 我就不 厕所的 我就觉得我 我觉得那个事情好粗鲁 网友还扒出了一颗之前直播片段 吐槽他做作 掀起了一股科学风 吃一口 会吃会吃 是的 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投入在想它 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 我们往里 那你吃啊 再吃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口感 非常的绵密 而且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 淡奶香和奶香 它那种香浓的程度 会觉得它是直达你的上额 有些甜品 它的甜 只是在你的舍态上 它的奶香是 让你整个口香 包括你的可能鼻腔 都是弥漫着那种 很香浓的味道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女孩子是真的是可以 存一些好的甜品 在冰箱里面 就是深更半夜 突然想吃一口 你就可以取出来品尝一口 博主争相模仿 嘲讽意味拉满 示范一下 有在做 有在做 然后你就觉得 它的题目是一种 很恶心的味道 主要呢 是淡数学和数学的味道 它的口感呢 就是非常的绵密 它就是 它就是淡奶香和奶香 然后它的奶香呢 能够指导你的上额 因为一般的甜品 它的甜只会停留在 你的舌苔上面 但是它的香味呢 会弥漫在 你的整个 它整体的话呢 它就是带着一点点的 那种蟹香和螃蟹香 哇 它香味 这香气真的 它就是直到了 你的这个上额 就好了螃蟹 才会到你的上额 像一般螃蟹的话 它那个味道 就只会停留在 你的舌苔上而已 然后它整个吃起来 它的那种香的话 它是蔓延到了你的整个 就是我们的口腔 然后我们的鼻腔 然后包括我们的颅腔 包括我们的胸腔 和我们的这盆腔 你想想给我一腔 这么冲了没有 厕所冲了吗 微冲 冲了48% 就冲的真的不是很多 也不是一直都在冲的 就想冲的时候 再冲100% 我必吃 我们网络 你读啊 再读的 会觉得说 它的排版非常的密 而且呢 它主要是一个定性研究和研究 吃一口 会吃会吃 我刚一直在讲 就是说话 到吃这个晚上的嘴 就像汗上了 似的 就是张不开 入口以后 就是很浓郁的味道 就是有那种 淡奶香和奶香 那种香浓的程度 会直达你的上额 有一些甜品 它的甜 就会挂在你的舌台上 那么这一款 它会充斥你的口腔 蔓延到鼻腔 你就一个蛋糕 还能蔓延到鼻腔 一会儿进胸腔 弄到盆腔 整出积液来了都 你就好好说话呗 你问他 你平时都穿什么品牌的衣服 服装我只选 Shanel 包包 我只选 Emus 我选EMS 后来一看字幕才知道 Emus像哪对方言似的 那个品牌 是叫Hermes 还是叫Ermos 它指定是不叫Emus 听说这都是个什么 名媛培训板 培训出来 黄晓明评论区都没能幸免 刘亮总是伴随着争议 叶科的高调也让他遭遇了反噬 关于叶科的发家史 也被网友深挖出来 指他通过离婚 从前夫那里分的千万财产 并非自己说的什么富二代女强人 他的前夫老王 可不是一般的有钱 随后有网友爆料 他曾加入一个神秘的组织 名媛培训班 最终结识了如今的金主黄晓明 并翻出了大量相关照片作为证据 叶科在社交平台上的晒土和别人都非常相似 穿一样的名牌衣服 在同个地点白pose 就连背的包和开的车都是一样的 还共用奢侈品像极了模板 不放大看面部完全认不出是两个人 再加上他和一群姐妹的大合照 又让人联想到TVB剧情 嫁入豪门的网红长相特点和脸型都差不多 难道这个脸也是有模板的吗 相较之下 安吉拉贝比显然看起来舒服高级很多 试一下怎么吃它吧 我印象中之前人家教我的时候是 先把它打开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卡路里的一个吃法 把它抹上奶油 要抹很多很多才好吃 吃饱了才有心情 健身 这是草莓酱 黄晓明被吐槽审美越来越降级 很多洋盈的粉丝为其打抱不平 10年我们还有公布恋情的时候 你插着腰在机场吼我 把我骂哭 还拦着车门不让我上车 15年你被媒体曝光 说经常出夜店 我站出来说自己是夜店 平息了风波一 六年我挺着大肚子给你牵声 摸你脸上一下蛋糕 你就黑脸 你的粉丝不喜欢我 嫌弃我 让怀孕七个月的我自己走 差点摔倒 21年你说 你不会让我哭的 你却在我哭的时候 连看都没有看过 22年1月28日 我们发微博称离婚 22年2月15 你和叶科发同样的微博 你自己有没有婚内出轨 心里不清楚吗 24年你站出来为叶科开麦 我嫁给你 我却被骂小三怀孕 被骂弟 你从来没有站出来说过一句话 前因后果就是这么的简单 十年过去了 今天我选择自己站出来 把前因后果说清楚 不为别的 只是肩膀上的担子太重 不太想再帮别人扛着这口锅 叶科的形象瞬间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这一连串的爆料并非空穴来风 这场风波不仅将叶科推向风口浪尖 也将明远培训班这个神秘组织 再次带入公众视野 提到明远培训班 不得不提幕后推手艾蜜姐 而艾蜜姐这个名字 第一次走入观众视野 还要从2017年 王思聪发的一条朋友圈说起 当时他直言不讳地提到了 郭富城和潘伟博的妻子 都出自同一位经纪人艾蜜姐之寿 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认识艾蜜姐这个名字 在这场风波中 杜淳的妻子王灿也意外地被卷入其中 有网友翻出了王灿与叶科的旧照 并猜测两人或许也出自同一培训班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指责 王灿不得不亲自出面否认 坚称自己并非名媛 也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班 随后还意外地牵扯出了相声演员 烧饼的妻子 郑胡心等一众女星和艾蜜姐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样人不禁好奇 这组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感觉这是一个像预制菜一样的 一个预制老婆的机构 她的就业率百分之百 比什么211985的大学都好使 那么艾蜜姐到底又是何方甚深 艾蜜姐出生于1990年 本名胡曼玉 她不仅手腕惊人 情商更是高超 被业内众多年轻女性尊称为奶妈 她名义上是文化公司的艺人总监 但私下里主要靠给二代公子哥和土豪们 介绍漂亮姑娘来钱 而她手里的漂亮姑娘 经过培训十分懂得男人心理 知道如何讨好男人 学会如何优雅地吃西餐 穿高跟鞋学会如何在高端场合游刃有余的与人交谈 甚至如何投资理财实现财富自由 成文名媛班培训主要是分四步走 第一步整容成为流水线网红脸 很多有钱男人很吃这一套 第二步拍网红照打造名媛人设 毕竟开法拉利的只会看上开奔驰的 第三步出入私人场所混个脸熟的同时 过去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他们还有专门的聊天导师 让导师手把手一为一教他们怎么聊天 第四步官宣 导师会让他们想办法 让这些金主公开并爱得他们的名字 这也是为了给培训班做宣传 宣传到位了 就会有不少女生前来报名 从而必还 为什么很多人都想成为皮匠名媛 无非就是人性里的好意物劳 和骨子里的虚荣心 当女科学家得做比自己还高的题 当职场女强人还得懂业务 劳心劳力 加班007当女明星又没有那门槛 那倒不如成为所谓的名媛 学学撒娇 做小伏地 嫁给有钱人 如果真的结婚 就能保后半辈子的融化富贵 必须承认 艾蜜姐的名媛培训班就业率很高 而她手下的名媛们 也确实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阶级阅层 嫁入了好门 个个拿到了大的结果 这一连串的爆料 让网友们纷纷涌入艾蜜姐的社交平台 留言喊话 带我一个 仿佛一夜之间 名媛培训班成为了无数少女 梦寐以求的捷径 但也有网友留言 真正的名媛并非靠培训班就能速成 更重要的是 内在的修养和品格 比如郭晶晶这样的豪门媳妇 可不是艾蜜姐培训班可以培训出来的 除了王小明 最近黄轩也大大方方公开了 自己有女朋友这事 黄轩的女友长相并不算很精致 但却透露着一种书生气息 和如今的网红脸不同 看着亲切舒服 两明星都姓黄 不过品味可是天差地别 网友蜡萍 品味高效力盼 大家觉得呢 欢迎留言 这里是有所耳闻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